作词 李宗盛 阿弥陀经了解 尊敬的各位法师 各位年友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请放场 我们继续来学习 阿弥陀经要解 正中分 今早讲到 正中分分为三大科 分别是 劝信 劝怨 劝慈明 妙行 第一段是 月一 港尘彼土 依正苗果 以启述 下面分成两段 两大科 丙一是 依报苗 丙二是 正报苗 先讲依报的环境 有多么美妙 经文是 舍利佛 彼土 何顾 名为 极乐 这段 是 精文 佛 自问 自答 这是 舍利佛 问 比土 就是 极乐世界 因为前面有讲到 从事西方 各 十万亿佛土 有世界 有世界 名 若极乐 前面讲了 这个世界的名 这里就问 何顾名为极乐 下面是回答 其各众生 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 顾名极乐 这里解释 先从能受用的人 这个角度来解释 其各的众生 就是能受用的人 可以受用 各种的快乐 无有众苦 一点苦都无 只是受各种的快乐 所以这个世界 名为极乐 这个角度的众生 其实都是三不退的菩萨 那叫做众生 是因为等各菩萨以下 都叫做众生 那无有众苦 是对应我们这个 梭婆世界来说的 梭婆世界 是 但有众苦 无有珠郎 刚刚反过来 梭婆世界 梭界是三界 所谓欲界 色界 无色界 无色界 欲界的众生 就有三种苦 第一是苦苦 第二是乐苦 第三是行苦 所谓的苦 就是这个感受来说 它本身就是苦 是一种实苦 比如说 生老病死 爱别离 头不得 冤真会 你最讨厌的人 天天都看到 这个冤真会 甚至可能 他就是你的儿子 真是冤真会 天天都哭气 哭到心脏病 高血压 但是又不可以舍离他 甚至可能他就是你的先生 可能就是你的太太 所以好的 自己喜欢的人 以及物 往往就不可能 经常跟你在一起 无常 爱别你 想求的往往是不如意 故人说的 所谓 叫做 不如意事 十上八九 十件事里面 八件九件都是不如意的 所以我们新年 都祝福人 吉祥如意 基本上都是一个祝福 其实是很难如意 真正想如意 要怎样呢 去极乐世界 因为极乐世界 就没有这些苦 生老病死都没有 生它不会苦 是莲花化生 它不会老 天天都是这么年轻 这么庄严 不像我们 我们会老 新年来 大家都欢喜 其实又老一年 想想 好像没有什么值得欢喜 一步一步向着坟墓走去 其实就是这样 不过我们是苦中作乐 所以就在这里 自己麻醉一下自己 你说我不想老 不想老 你就要早死 更糟了 所以生老病死 基本上你 没得你选 只有苦 在极乐世界 不会老 不会死 无量寿 每个人都是 清静的身体 清虚之身 无极之体 金刚不坏的身 为什么极乐世界的身体 不会老 不会死 不会变化 是因为那里人的心 那里人的心 都是清静 一心 他的念头 不会变化 不会变化 我们这里 犯夫的心 是 刹那刹那 在生灭变化 妄想不停 所以就 感得生老病死的果报 一切为心做 爱别离 因为你有爱 所以你就会有苦 爱欲 是生死根本 那你求不得 因为你有求 所以你现在都有苦 冤真会 因为你有冤 有争 所以你就会有冤真会 都是你自己耐心 招来的苦补 假如内心里面 放下爱欲 放下 攀球 放下 怨憎 对立 放下这些 你就不会有这些苦 还有五阴慈性 五阴就是 色 受 上 行 色 又叫做五魂 五魂就是身心 两种活动 身心都在受煎熬 叫做五阴慈性 自己无法定下来 所以这个总共是百种苦 百苦都叫做苦苦 是身心受壁露 我们梳婆世界 人都算是善道 你尝尝会感觉到 很深刻的这种苦 那三恶道就更加了 在欲界里面 只要有欲 就会有这种百苦 天人 欲界天 有六层天 他们的苦比我们人轻一点 就是因为他们的欲 比较淡一点 欲越淡的人 苦就越轻 欲望越高的人 苦就越多 所以欲为苦本 欲望就是苦的根本 我们说 其实我也觉得 有时候挺快乐的 比如说 我肚饿的时候 有美味皆饶 可以吃饱了 这个才叫做快乐 甚至 你看看 你们听经 从早到晚 不觉得苦吗 你看看 我可以去跳舞 我可以去娱乐 我觉得我快乐 你们学佛的人 才是苦 还说我们苦 这个就是每个人 确实感受不同 其实他认为快乐 不是真乐 这种乐 叫做坏苦 为什么叫坏苦呢 因为这种乐会坏的 会转变成苦的 他不会说永恒 都是这样乐的 比如说你说 你吃饭 你肚饿的时候 吃饭吃 美味皆饶 是快乐 如果是真的乐 一直吃下去都是乐的 你现在给你吃三碗 你就觉得乐 给你吃三十碗 哎呦 你不如不吃 不吃更好一点 所以 那种其实就是坏苦 它会变化 乐会转变成苦 你说跳舞很快乐 你跳三天三夜 如果有人逼着你 一定要跳三天三夜 那你就会很苦 所以乐会变成苦 但是苦不会变成乐 苦就只要越来越苦 所以 我们不可能有真的乐 只要是欲乐 从欲望所得到的乐 是不会有真乐 甚至你说 我一生有荣华富贵 我就会乐 你们那些 出街人有什么乐 还要去黑食 我们一生 荣华富贵 那其实呢 你要知道 荣华富贵 还是有失去的那一天 你生前 有荣华富贵 死的时候 一分钱都带不走 而且是什么呢 正是因为你生前 荣华富贵 所以你死的时候 是最辛苦 最放下的 还不宜那些黑衣 那些黑衣生前的时候 是穷 贫穷 是苦 但是他死的时候 他是一种解脱 你死的时候才痛苦 生前越乐 死的时候越苦 因为有对比 你夫妻恩爱是很快乐 走的时候 舍离的时候 爱别离就是苦 所以在这个人生当中 我们很难得到真正的乐 不单止人生得不到乐 三界里面都得不到乐 叫三界同富 刚才说的欲界是苦 色界人他放下了欲望 他们有鲜定的功夫 将欲望可以暂时复住 但是 他到了 他也有寿命 寿命终止的时候 这个定力失去了 他也有怀苦 甚至无色界天人 他无色色就是物质 连物质世界都没有了 他们的蝉定力 可以将物质世界都破除 人没有身体的 没有宫殿 没有这些停台流阁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种灵体 我们说是灵界 但是他还是有幸福 心念 刹那刹那的变化 不能够停住 这个就是幸福 所以 所以 极乐世界 这三苦都没有了 叫做 无有众苦 但守住乐 这是对我们娑婆世界 相对来说的 离开苦 就叫做乐 所以叫做极乐 不是说 我们肚饿 吃饱 这样的乐 这种乐 不是相对于苦的乐 它有苦和乐相对 离开相对 才是真乐 在极乐世界 有四图 这里说的 只是说凡性同居徒 因为对我们凡夫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离开苦 但是 在凡性同居徒里面的众生 因为 他慈命 这个善根福德 就跟佛一样 释迦牟尼佛 也是修慈命念佛 他自己说的 我与五族恶誓行此难事 就是行这个 信愿慈命的难事 得阿努多罗三秒三菩提 你也能够行信愿慈命 这个难事 那就善根福德 同佛一样 所以 圆正四土 圆正四土 圆仇注留 圆就是圆满 令四土清静 所以一往生 凡性同居徒 就等于 生到四种徒 極乐世界 有圆仇有成人 但是你见不到他 跑到鸡足山 想见家舍尊者 你见不到 跑到五台山 想见文殊菩萨 你去哪里找呢 在唐朝 法召大师 是我们静祷中的 第四祖 他就见到文殊菩萨 和普言菩萨 是五台山 大圣足临子 见到之后 听文殊菩萨 和他开诗 他想在那里留住一天 不可以 他只好离开 离开 他还想回头 以后再来 所以一路上做记号 怕人下次找不回 结果 走到没多久 转头一看 大圣足临子 变成了一片荒山 所以我们凡圣同居土 圣人和我们 无法常常见面 在极乐世界 你不同 你可以天天见到阿弥陀佛 见到观世音菩萨 大世智菩萨 诸大菩萨 所以 理想和观世音菩萨 手拉住手 我们一起回梭婆世界 去度众生 观世音菩萨 很乐意陪着你 那里才是真正的 凡圣同居 凡圣同居 在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无法入方便 有预途 那里是 静阿罗汉以上的圣人 才能够居住 境界不同 我们就说 不同维持的空间 我们这个空间 它不是在我们的空间里面 那十部庄验土 就更加了 我们无法入 上直江土 想都不用想了 那个是佛所居住 而在极乐世界 在一土就等于在四土 叫做圆正四土 所以圆满感受的是诸乐 不单止是凡夫的乐 凡夫 其实他的乐 只不过就是 讲饮讲食 但是在极乐世界 讲饮讲食又可以 你想吃什么 念头一动 立即 白味饮食 在你面前 不用自己去准备 你说想吃一些好的东西 还要去超市 去买 买回来 还要去煮 你即使说 我喜欢吃那个餐馆 那个美味 你还要开车去餐馆 很麻烦 在极乐世界 不用 念头一动 全部都在你面前 但是 你在极乐世界 已经离开了这个欲望 所以虽然它放在你面前 你不会真的吃的 提起正念 我已经是极乐世界的菩萨了 怎么可以还像以前凡夫一样 还讲饮讲食呢 念头一起 你不用收拾的 它自然化去 当是吃完了 得到里面的营养 你就精神了 因为那个食品本身就有那种能量 是阿弥陀佛愿力变化出来的 不用洗碗 对我们很多家庭主婦来说 是很开心的 你想想 我们吃一顿饭很辛苦 饭两个小时 煮 你说过年了 吃团年饭 两个小时去煮饭 洗菜炒菜 很麻烦 吃半个小时吃完了 然后还一个小时收拾 所以我们为了那半个小时的享受 发三个小时 其实很苦 所以说过年关 过年大家都喜欢 其实好像过了一个鬼门关 过了年 原来是脱层皮 很辛苦 很多应酬 不应酬又不行 叫做过年关 看看谁可以过多关 在极乐世界就不用教这些东西 很快乐 真的很快乐 很清静 更何况呢 你还可以享受方便有如土 那些阿罗汉以上的人 他们的快乐 断建丝烦恼 那种快乐 这个我们凡夫 根本就没办法体验 你说你心碎不灵 你能够静下来 将你的心安下来 你就觉得很安 那种是小小的轻安 如果能够放下建丝烦恼 那种大安乐 是世间五欲六层 没有办法支付 还有十部庄严讨 那么更加 不单止断建丝烦恼 断层三无名的烦恼 只能发生 与宇宙合作一体 所以极乐世界最殊胜的 其实就是凡胜同居徒 为什么呢 凡夫一去到 就可以圆寿四土的快乐 这个是他方世界 同居徒 不可能有的 在十方世界 找不出 这么殊胜的凡胜同居徒 这个是阿弥陀佛 特别招呼我们这些凡夫 让我们凡夫 可以享受到 阿罗汉 大菩萨 甚至诸佛如来的快乐 所以佛在这里说 其各众生 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 这个意思很深 下面经文 是就所受用来解释 所受用的快乐 是有什么呢 这里简单介绍 这部的环境 由写理佛 极乐国土 七重南巡 七重罗网 七重寒树 皆是四宝 周宅围绕 事故彼国 名为极乐 极乐国土里面 里面有七重的南巡 南巡就是南肝 还有罗网 还有河树 这些都是极乐世界的景象 那个南肝都是四宝所形成的 极乐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宝 金银流离车渠等等 后面会说到 全部都是宝物 那这个南肝 是在那个杭树旁边 就好像我们现在去看公园 那些树比较漂亮的树 它旁边有些南肝围住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树种 所以要保护 我们这里也有些 这样的景象 它的栏杆 一行树 一行栏杆 有七重 树上还有罗网 网全部都是宝网 上面有很多如意宝珠 金刚闪闪 在上面有七重 那为什么用七字呢 因为有表法 是表七科道品 三十七道品 是佛法一切大乘小乘 修行的总降令 三十七道品分为七科 所谓四廉柱 四正勤 四如意足 五根 五力 七菩提分 八性道分 总共七科 三十七道品 下面经常会提到 这个是用七来表 七重的 七科的道品 佳事四宝 周札围绕 四宝是表 常乐我正四德 是涅盘四德 所以这都是表法的 其实当然 它也都有多种的宝 不是说只得四种宝 宝是无理由没有变得多种 是事故被各名为极乐 它这里说的一切庄严 都是我们自性所流露出来的 都是阿弥陀佛 愿力所成就的 好 我们再看下面 下面开始是广泛来解释 前面这一段 是这个经文 就是问何故名为极乐 然后一个配答 解释得比较简单 下面是讲识 比较详细解释 经文 由写离佛 极乐国土 有七宝池 八宫得水 充满其中 池底唇以金沙布地 四边街道 金银流离玻璃合成 上有流格 亦以金银流离玻璃车渠 赤珠马老以炎色之 池中莲花大如车律 清色青缸黄色黄缸 赤色赤缸白色白缸 微妙香结 这一段解释 是特别解释所受用的环境 分两科 这一科是解释生处 就是你所生的地处 众生在哪里生出来的呢 是七宝池 八宫得水里的莲花 发生 生处 上面那段是说住处 所谓七重的蓝顺 七重落网 七重寒树等等 这是极乐世界众生的住处 住处也好 生处也好 都是非常壮业 这里说极乐世界有七宝池 这个池是七宝所形成的 七宝下面有说到金 银 楼梨 玻璃 车渠 赤珠 马路 总共七种 七种宝相互合成 所以这个池是非常壮严 美丽 里面有百宫得水 你看看 池是保持 它不是沙石做的 我们现在去游泳池 有那些瓷砖 有那些沙石水泥砌成的 极乐世界的池是保密砌成的 八宫得水 那些水有八种功德 第一是澄清 非常清澈 没有一些污漬 第二是清冷 它不会使得我们在里面觉得很热 但是也不会觉得很寒 所以叫清冷 在里面觉得很清凉自在 第三是甘味 那个水可以喝的 喝下去之后很甘甜 美味 不像我们在澳门海边 那些水又咸又苦 那第四是轻软 它不会沉重 我们这里的水很重 你希望想喝一些 经过过滤的 清洁的 淨化的水 可能要订订山泉 像国内经常订订那些农夫山泉 一罐一罐 很重 如果你家里没有电梯 你住在五楼 那你就能够背了 背一罐上去 很辛苦 但是在极乐世界的水 很轻很软 轻就是它没有重量 甚至那些水可以自己飘上空中 你在那个池里面游泳的时候 想那个水从空中沙下来 好像花灑一样 它就自动沙下来 你想它到腰就到腰 到空就到空 可以过头就可以过头 除你众生的意念 而且它是软水 现在科学都证明了 不要喝硬水 喝硬水会有疾病的 甚至会有肾结石 这些结石就是喝水太硬了 重金属的成分 那里的水没有重金属成分 很软 第五是润泽 它是可以滋润我们的身体 使我们的身体有光泽 我们喝那些所谓的补品 人们喜欢 特别是女性 说要吃烟窩 才能够皮肤比较美 有些光泽 其实在极乐世界 就喝水就可以了 喝水就很光泽 很滋润 可以养身体 第六是安和 那个水很安宁的 很和谐的 它不会说急步 好像我们这些世界的水 有时候会有急流 所谓好像樸步 是飞流直下三千尺 这个是急泡 你在里面水凹下来 可能人都会被凹死 在大海里游泳就不容易 如果有起风有浪的时候 人就可能会浸死 甚至你要去水库游泳 都可能会浸死 它是有险 有危险 但是极乐世界 绝对不会浸死人 再深水 都不会有浸死人的现象 都会很安全 第七是随机壳 你有饥饿的时候 喝点水就可以了 你说我们这个世界 想我那时候 都可以喝水喝饱的 其实那种感觉是不同的 极乐世界的水 喝一滴 就能够最饥渴 而且使你整个身心 都非常安乐 第八是掌养朱根 可以使你绿金 都能够非常安乐 调和 不像我们这里的水 有时候会损坏朱根 特别如果去到野外 那些山泉水 没有经过消毒 可能有细菌 喝了之后 我们会得病 所以 这个叫做百贡得水 充满在七宝池内 那个池底 顺以金沙堡地 这个金是黄金 它不是那些污泥 我们这里的水 水底都是污泥 所以不清净 这个池 其实是很大的 好像我们现在的大的湖一样 那四边的街道 都有四宝合成 金 银 流利 玻璃 就是刚才讲到四宝 四宝不单止是 周札围绕那些 杭树 罗网 蓝树 还有四边的街道 街道就好像我们现在讲的暴渡 就是行路用的 这个池边还有楼阁 街道上面还有楼阁 那个道就会比较大的 在路上或者路边 是有楼阁住处 这些楼阁都是有金 银 流利 玻璃 车渠 赤 珠 马 鲁 七宝所装饮 所以这些楼阁 这些楼阁不是用水泥砖砖砖砖砖砖砖的 它是七宝砖砖砖砖的 世界所有众生都是莲花发生 这个莲花很大 大如车轮 车轮不是很大 我们看到大货车的车轮也不是很大 这个车轮其实不是指我们现在的车轮 是指转轮圣王的他的轮保 转轮圣王是我们人道里面福报最大的 分为金、银、铁、铁四种转轮王 为什么叫转轮王呢 因为他有一个交通工具就是轮保 他去哪里呢 他就坐上轮保就可以飞行 飞到四天下去视察 因为转轮圣王如果是金轮王的话 他是管四天下 银轮王是管三天下 铁轮王是两天下 铁轮王是一天下 我们地球是一天下 我们就说金轮王来说 他可以在一昼夜之中游遍四天下 就是他在四个天下 东西南北 我们是南尖步洲 他可以围着衰微山下一圈 这个速度非常之快 一定是超光速的 如果不是超光速 不可能是一夜之中游遍一圈 银河系 那这个轮保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交通工具呢 我们有时候都可能看到 报道上说不明飞行物 UFO 就是那些飞碟 飞碟就是一个好像圆圆的轮一样的 有没有可能说 这些转轮圣王就是坐飞碟来刺激我们的地球呢 非常有可能 因为他们的科技太发达了 我们没有办法捕捉他们的行踪 他们的科技太发达了 所以他们超光速飞行 所以可以出现一下 然后很快就消失了 因为比光更快 所以你看都看不到他 你看是因为有光才看到 他连光都追不上他 你就没办法了 所以这个叫做神秘的UFO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UFO unidentified就是你没办法捕捉到他 看不到他 这个轮大的时候 它有四十里 很大 我们从底下看上天空 好像不是很大 其实它在空中很大 所以这是一种巨型的飞行器 那么极乐世界的莲花就好像这么大 有四十里这么大的轮 所以那个花是很大的 那么你在莲花中化身 那么你的身体都不会很小 假如你现在的身体在那四十里的莲花里面 都看不到你了 太小了 你要站在那莲花那里 那莲花就好像我们佛像那样 它站在那莲花上 那莲花有多大 身体相应有这么大 所以你身体的那个直径 大概都有四十里 所以 纵使是凡性同居徒 你那个身体都是极其壮严 当然 当然 莲花又大又小 最小的是 这里讲的四十里 最小的 光色来说 这里指出四种色 青黄赤白 赤白就是红色 其实 极乐世界的莲花 无量无别 光色也无量无别 只不过列举四种色 是讲的原色 四种原色 互相搭配 那就可以产生无量种色 比如说 我用四种色 混合 10%是青色 20%是黄色 30%是青色 40%是白色 我换下的比例 那种颜色 那种颜色 二灭 成注坏空 这种现象 他不会 一路都是这样的 尽未来济 都是这样 不会变化 唯独是莲花 会变 为什么呢 因为莲花 是当他方世界 有一个众生 闻不到淨土法末 就发愿要求生极了世界 这个时候 在七宝莲池里面 就生出一朵莲花 当你勇猛精进念佛的时候 莲花的光色 就非常美丽 而且越长越大 等到你寿命中的时候 阿弥陀佛 就会拿着 你用信愿行 所成就的莲花 来接引你 甚至莲花上 还写着你的名 在淨土圣言录里面 就有讲到 有一个夫人 她有一次念佛 就看到自己的莲花 上面有自己的名 阿弥陀佛 她不会拿错花 肯定是拿你的花 因为上面有名 当然即使没有名 也不会拿错 假如你念佛 念念一下 就不想念了 觉得 其实要不要去极乐世界 我们这里也挺好的 你看 又有饮 又有吃 又很安乐 又很富贵 富贵学道难 她就不想了 她觉得 我这里也挺乐 不用去极乐世界了 所以退心了 一退心 这双花就枯萎了 极乐世界的菩萨 看到就很远色 哎呀 这个人真的太如此了 迷恋在这个梳婆 苦的世界里面 她不知道 只有众苦 没有注落 真是很可惜 或者有些人 她未必说 贪着 五欲六层 可能她觉得 要收其他法 你看 去极乐世界 我就没办法度众生了 我要生生世世 留在这个世间 度众生 这个是很难得 菩萨发生 但是你要知道 假如你自己 没有能力了生死的话 你再来这个世间 你未必做到主 你未必做得主 你可能就会堕落 那你不求生极乐世界 就要靠你自己本事 你自己界定位 功夫够 那你可以不会迷 但是稍微差点 一堕落 一轮回 可能就要无量劫 所以当我们这样 退了往生的心 极乐世界的莲花 就会枯萎 所以我们要求什么呢 求我们极乐世界的莲花 越开越大 在这个世间 什么都不要争 要争就争 哪个莲花大 这个生处 其实也很简单介绍一下 详细介绍是在无量寿经里面 我曾经也都用广东话 讲过无量寿经 现在是用国语讲 讲第五回 大家有机会也都去听 或者听老法师讲 淨土大经科主 这样就很详细解释 极乐世界的环境 阿弥陀经是小本 只是点到即次 很简单 下面经文是 结是佛力 总结显示佛力 能够成就这种壮严 舍利法 极乐国土 成就如是功德壮严 上面讲的住处 生处 有种种壮严 这些佳侍阿弥陀佛 大怨大行 清合自性的功德之所壮严 所以阿弥陀佛 自从无量寿前 做法藏比丘的时候 发了四十八大怨 要成就这个极乐世界 通过无量寿的修行 现在成就了 这种功德 大怨大行的功德 都是自性流露的功德 成佛就是回归自性 自性具有无量功德 你成佛就将这些无量功德 彰显出来了 所以能够成就 极乐世界四种正途 共德功德 共德壮严 这个余事 之前有讲过 什么是余 余就是真余自性 事就是清合自性 我们念余自性 我们念佛求生静土 就是清合自性 阿弥陀佛 成就了极乐世界 也是清合自性 所以现在的极乐世界 就是成就了极乐世界 就是成就之性 的功德壮严 那是怎样成就的 是佛以大怨大行 来成就 佛的大怨大行 作为众生多善根之恩 作为众生多福德之缘 往生极乐世界 不可以小善根之恩 那怎样才能够 多善根多福德呢 一个你要靠阿弥陀佛 的大怨大行 自己能够信愿持命 念阿弥陀佛 求生极乐世界 那就是念念都成就 如是功德作业 这种成就 是已经成就的 不是说 现在才成就 或者是过去 或者是当来才成就 是已经成就 以成 非金成 非荡成 所谓以成 就不是用时间的观念来说 是过去 现在 未来 都是如是功德作业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现在 在说法 永恒不变 阿弥陀佛 亦都成就 我们自性的功德作业 所谓叫做 全他即自 他就是阿弥陀佛 整个阿弥陀佛 就是自己 整个极乐世界 就是自己自性的功德作业 因此叫做 成就如是功德作业 这句话 在这部经文讲了很多次 讲了这么多次 就说明他的道理很深 很重要 我们要深刻地理解 不是浅浅流于文字 如是就是这样 这样的功德作业 那就太浅浅了 都是讲的自性功德作业 好 下面经文 是合适能受所受 将能受用的人 和所受用的环境 合在一起来解释 分两科 第一科是 约五根五尘 明受用 约就是就 就五根对五尘 来讲明受用 眼耳鼻舌身 叫做五根 所对的 是色声 色声香味出 色声香味出 五尘 五根对五尘 来讲这个受用 第二科是专门讲 以根对声尘 来讲受用 因为我们这个疏婆世界的众生 以根聚理 所以特别讲以根 先讲五根对五尘 来讲 经文 由写离佛 比佛各土常作天乐 黄金为地 昼夜六时 与天万陀罗花 祈祈祷众生 常以清诞 各以医格 情成众苗花 共养他方十万亿佛 即以食事 还道本国 饭食经行 这里讲到 比佛各土 就是击乐世界 常作天乐 经常 常常 都会有天乐明空 这种天乐 不用人去奏 自己就会响 这种乐就是声音 是声尘 黄金为地 地是我们眼所见到的 色尘 是什么呢 是黄金 地下都是黄金铺的地 所以在极乐世界的人 没有人会贪黄金 在我们这里 你看看黄金很贵族 叫贵金属 买一刻都要很多钱 所以在香港 走在尼敦道上面 有什么呢 周生生 周大福 这些金店 里面 那些金气 是几乱琅 是几乱满目 眼花缭裂 那些人要买金 拿出来爱不释手 摸完又摸 还带耳環 带在耳朵上 挂着项链 挂到颈上 是几乱满目 是几乱世界的人 看到就觉得很可笑 为什么呢 我们的黄金是铺地下的 你拿那些带在耳朵上面 挂着颈上 你说 几乱世界是不是觉得很好笑 没有人会贪这些东西 所以所谓的七宝遍地都是 你说你想要那些马鲁 那些肉 比黄金更贵重 在极乐世界就到处都是 随手可得 怎么会有人会贪这些东西呢 那黄金为地是色塵 昼夜六时与天曼陀罗花 昼夜六时就是一日到刻 循环 其实在极乐世界 他没有昼夜的 都是永远光明的世界 只不过是随顺我们这个世界 讲昼夜 就是说没有停的 昼夜六时就是没有停 其实他不分昼夜 那些人也不用佛教 我们是日冲而作 日落而食 他们那里 随时随地都光明 不用要努作 也都不用要休息 永远都是住在廉佛三味 天上上常常都会落那些 曼陀罗花 曼陀罗花就是翻译成中文叫色意 是一种白花 色意就是很适合人意的花 他这种花可以变化 你喜欢它 大它就大 喜欢小就小 喜欢它什么光色 它就出现什么光色 这种花还有很香的味道 所以花是色香而沉 色是眼所对的 香是鼻所对的 两种层 祈祷众生 祈祷世界的众生 常以清淡 这个清淡 就是用随信我们这个世间讲的 就是朝早天亮 清淡 即以食事 这个常以清淡做什么呢 各以依格 这个依格估计就好像花篮一样 专门是承装这些花的 所以天上落这些花 就用花篮去装这些花 装这些妙花 很美妙的花 做什么呢 要去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这些花 这些花是用来供佛的 而不用自己准备 天上自己落下来 所以那里的众生 就很好命 不用自己努作 你现在想去供花 你都要去准备 或者要自己种 或者你去超市买 我们这些菩萨 你看准备这么多仙花 这么漂亮 来供佛 都是很多 辛苦 投入 值得感恩 但是 但是在极乐世界 就不用了 天上自己落下来 然后即以食时 食时就是可以吃饭的时候 这个也是随信我们世界说的 我们你看看 受百官齋戒 只能在食时吃饭 非时就不可以吃的 如果非时吃就犯非时吃 就是犯齋了 所以食时就是从明上出到日中时刻 这个叫做食时 就是上咒 那你上咒 即以 意思就是 就在天一光 这个其实都是用我们这个世间人理解的 来说 其实那里天永远是光的 只不过是说 时间很短 就用我们世界来说 就从天光到日中这个时候 就还到本处 你看看你去供养他方 十万亿佛 就算你天一光就出去 日中时间之前你就回来了 就是你不会超过一个上咒 那时间很短 好像我们现在上咒 六点四十分左右 会明上出 到中午十二点三十七分 日中 这个大概不到六个钟头 你六个钟头之内 就可以往返他方世界 供养十万亿佛 就是你去了十万亿的佛国土 那其实为什么说十万亿呢 欧益大师说 这个都是佛方便说 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离极乐世界 有十万亿佛国土的距离 那说十万亿呢 就等于你 就放心了 你肯定可以回到来娑婆世界 你想供养这里的本师释迦牟尼佛 或者去兜率天 供养当来下生的梅立尊佛 都没有问题 那要供养十万亿佛 当然佛不会给你白供养的 他肯定受你供养之后 会跟你开示 即使跟你开示一句经文 你就一天听了十万亿句 所以你听经文法了 太说成了 你说我们在这里听 听到什么时候才听到十万亿句呢 他竟然在不到六个钟头里面 听完了十万亿 其实是不止的 欧益大师说 其实是包括十方一切世界 你都可以去供养 这个神足通不可思议 那这些菩萨是什么呢 不离彼土常偏十方 其实他们真身留在极乐世界 是化身去他方世界 如果不是化身去 如果靠真身一个身体去 没有可能六个钟头 能够游遍十万亿佛徒 你可以计算一下 十万亿六个钟头 一秒钟都去不到 一个佛徒都不够一秒钟 你不可能 肯定是化身 同时去到十万亿佛徒 那你才可以供养诸佛 供养之后再坐下来 听佛和你开诗 然后回到极乐世界 这个整个往返的过程 不到六个钟头 如果你不是化身去 你怎么可能成就呢 肯定是化身 因为欧益大师这里说的 就是不假如是回还 不用假借于超过时间 即以食事就还到本国 你不会超时 说明你不是一个一个去 你是同时化身去十方世界 那么这个回到来之后 饭食经行 饭食是对于我们 从凡夫 就好像我们娑婆世界 人道的众生 去到极乐世界 还有食饭的暂器 所以在《无量寿经》里面 讲得详细 如果你去到极乐世界 你还有食饭的暂器 想想 哎呀 时间都过了这么久了 为什么我还不吃饭呢 要吃饭的了 念头一想 你就见到 七宝勃气 百味饮食 自然在此 但是你不会吃的 只是以以意为食 增长你的食力 就是滋养你的食身 增长你的体力 以意念为食 看一眼就饱足了 根本不需要他真的吃 那叫做饭食 但是这些是对于 刚刚去到极乐世界的菩萨 才有的状况 时间长了 根本就不需要了 你吃饭的念头都不会动了 那就不会有这个现象 所以这里讲的 都是凡性同居土 凡夫去极乐世界的现象 使我们看到之后很亲切 原来去到极乐世界 还有饭食 不用怕 还有饭食 不是去做菩萨 就不准饭食了 所以 随顺我们众生的心理 那饭食经行 包括前面讲的 承花 装这些花 还有天上散花 还有自己经行 这些都是什么呢 蓄层 接触 身体 接触到的 身体所造作的 所以你看这里有 色 香 香 味 饭食就是味尘 还有粗 五层 五斤对于五层 享受的就是极乐 在这种极乐的境界里面 不担不修行 不像我们这个世界 如果你享受五欲六层的这种快乐 你就可能会退失道心 在极乐世界是不会的 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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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行 在 经行 助我 在其中 随 随意 自在 游戏 逍遥 非分外 游戏逍遥 你看天上落花 你可以拿个花 去装花 亦是一种游戏 很逍遥 很自在 想吃什么 什么就来 但是 不担你的修行 因为那里的菩萨 知道 所有这些现象 都是自圣功德助言 念念不离开自圣 这个就是真修行 天台中里面说 一息一香 无非中道 在极乐世界 完全体现出来 全部都是中道 中道就是自圣 所谓 成就众生 空假中三观 空观 就是 看一切万法 当太直空 极乐世界 四土 都是当太直空 都好像如梦如画 他的现象 是假观 看到这些 天上落花 看到七重南唇 七重罗网 七重杭树 七堡池 百公得水 看得清清楚楚 受用 亦都非常之快乐 这个都是假观 因为他当体是空的 所以他一切相都是假的 极乐世界 四土都是假相 都是当体即空 所以能如是 这种观 就是空观 假观 不移 这就叫做中观 中观 就是一中道 就是回归自成 天台中 最上乘的观法 就是一心三观 一心之中 即空 即假 即中 空假中 三观 一时成就 在极乐世界的菩萨 就是这样去观照 所以 即使是在娱乐 在玩 在逍遥自在 都是在修行 我们如果能够学习的话 我们都能够享受极乐 所以下面一段是结事 总结 指示 舍利佛 极乐国土 成就如是功德 庄业 这里又讲一次 第二次讲 记录国土 就是成就 智性的功德 庄业 智性是什么 一切法 都是 真 俗 中 三帝 我们观察 一切法 即是空假中 三观 三观对三帝 真帝的帝 这就是 回归自成 剩下几分钟 我就想说 将这个天台 一心三观 和一景三帝的原理 简单介绍一下 让大家知道 极乐世界的菩萨 是怎么观的 其实 一切法 都是不离开 一景三帝 好像我们面前 这个佛像 来说 大家都看得到佛像 这个佛像 假设它是黄金做的 这个黄金 是代表它的本性 就是真帝 这个佛像 是它的相 代表 俗帝 是我们看到的样子 我们的空观 就是观到这个真帝 看到它的本质 本体 是空的 我们用本体 就是用黄金来代表 我们一眼看到 它是黄金 就叫空观 看到真帝 我们看到它是佛像 这个相 看到是族帝 这个是假观 为什么叫假观呢 因为这个相是假相 这个黄金 如果用了 我做一个魔鬼的相 也行 但是本体 黄金是没有变的 黄金可以做魔鬼 也可以做佛的 现在用来做佛 这个相 就是一个假相 一个叫做俗帝 俗就是随信 凡夫 他们的境界 叫俗帝 真族是不义的 这叫做中帝 为什么不义呢 这个佛像和黄金 它是不是两个呢 它不是两个 它是一个 是一尊佛像 它本身就是黄金 这个黄金就是佛像 佛像就是黄金 它是一不是二 这个叫做中帝 所谓真族原容 真族不义 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看 怎么观呢 看到黄金 是空观 看到佛像 是假观 空假 是不义的 一眼看到 就同时看到 黄金和佛像 不是说 我先看黄金 再看佛像 所以一眼就是一心 一心就是三观巨族 空观看黄金 假观看佛像 中观就是空观 假观不然 一心三观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真正学习这种观 你就看一切晚法 先看它的本体 本体是空的 这个空 就确实不容易解释 我用黄金来代表 但黄金它都不是空 你都可以看到 但真实来说 那个空是 真是无上 这个无上可以现一切上 就好像 这个 在空谷里面 你叫一声 它有回音出来 因为它有空 所以它才有回声 这个大慶 打一下 它就会出声 因为它是空 由空出声 所以假 是由空出来的 一切上 是由空出来的 你看到它的本体 就是空观 看到一切上 非常清楚 是假观 空假都不易 就叫做中观 你如果这样来学会 这种观法 这个就是 学极乐世界的 这种菩萨的观法 无论是在一切境界 你都不离开正念 即使烦恼起来的时候 你要知道 烦恼的当下 是空 本体是空 烦恼的相 你看得很清楚 观照 不要迷失 现在是贪 还是亲 还是亲 你看得很清楚 假观 空假不易 所以烦恼起来的当下 都可以成就你一心三观 所以叫做烦恼即菩提 生死即是涅槃 就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天台 原教 最上乘的观法 开梦的人 就是这样观察世界 但是你现在不懂 或者刚才都听不明白 不要紧的 老实念佛 去极乐世界 你就知道了 好 今晚就时间到了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